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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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一位蜂蜜 有蜂蜢 它咬了就淌血了 吸饱了它已经 这个就是可以做药材的菌子 这个还挺大的 这么大 有板 背面是正大 肯定跟自然相处很自在 你心里放松了 虽然是走在山上很累 但是心里是很放松的那种 这个是下瓜砖茶煮出来的 放叶巴再放茶 但是缓解那个高反的那种 以前是这个是牛放在外面 然后主人就是住在这里 如果药材挖出来 要在上面这里晒 这里烘干 你必须要火一天24小时 都要烧着 晒干了以后 给它放好 然后最后一天的话 就是集体的背回去 弓弩这个也是防身 遇到大雪洞的时候 你不得不杀它的时候也要杀它 这个弩是一个很正宗的弩 这个可能是有七八十年代的 那个是爷爷背的 传下来的 那这个洞是以前避雨的时候 在底下烧火 底下是烧空了 这个树是海拔高的地方才会有 这种腐烂的 你看 然后手就可以了 然后就重新长出来的这种小树 也是跟大树是一模一样的这种品种 在我们历祖的那个维坏里面 一般是晋山还有晋湖 因为这个我们历祖族 这个是一直是在山里面居住的 我妈其实死了 但是她都没去过那个县材的 我来十几路去九十三根呗 你这一天都要很长了 怎么起我呗 这一天都要十几九十三根呗 五号湖 六号 七号 还有十号湖 这些湖都是很有灵性的 最喜欢就是十号湖那边 天野那个地方就是最喜欢的 有时那个湖也好看又大 很有灵性的那个一个湖 就像一个湖 那 Frederick 金遍湖的意思就是你到湖边 不能大声地喧哗 比方说大天气的时候 你在湖旁边大声人一叫 当然他都会下暴雨 到目前为止 一个人都是不敢上上的 你采药你不可能一个人去 因为你要叫熟悉 熟悉正标环境的 然后一起结伴一起 你看现在这个屋这么大 以前没走过的地方 你是找不到路的 只能看见前面的一两米 会很容易迷路 这种很危险 还有那些野生动物 也会时常有出没 这边的话是 虽然大的那种树 以前被砍了以外 山里面就是 还是跟以前是一样的 没多大的区别 树起来这个土 有更新的吧 我只能说这里是一个很神秘 因为它的联系就是 土生土长的嘛 我只能说这里是一个很神秘 三 二 一 这解决是被吃掉 应该酸甜那种 应该酸 突然大雨 很常见是吗 很常见 这个 三 二 一 好 优优独播剧互 自然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